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个潮下释放迎人态度 Hello 大家好 今堂的Adidas 子汉仔潮流教室 我Cathy Chow 教你们一些礼仪上的小提示 说到礼仪了 当然要礼貌是最重要的 懂得礼貌 我觉得男人要有风度 还有如果你第一次见女生的时候 当然要笑面迎人 觉得比较亲切一点 还有如果你初次见面 你可以握手 如果这是礼貌上 你觉得太拘紧的话 点一下头都可以 但记得要面露笑容 如果真的有些场合隆重一点 握手是一个尊重对方的表现 又或者是西方人 他们可能第一次见面 都以亲面来打招呼的形式 不过如果在香港 女生的思想 或者是文化方面不同 你第一次一来到 就亲她的面 可能会吓到她 有些意大利人 可能更热情一点 可能一见面 便会射女生的手背 以表礼貌上的诚恳 当你懂得礼貌上的礼儀之外 还有一个诚恳的耐心 很多男生都很重要 如果初次见面的女生 觉得你有少少虚偽 或者是表现自我 太夸张的话 我觉得这样也要检点一下 有时收念一下 现在教大家这个餐桌的礼儀 我觉得餐桌礼儀 是让女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当你进去餐厅的时候 记得记得 LADY FIRST 就是将一张椅 拿开少许 让女生坐下 设计自己坐一旁 就让女生自己坐 我觉得这个是很没礼貌的 好了 接着就点菜了 当你想想到吃什么的时候 最好先问女生 你想吃什么 或者你想了没有 千万不要进去待客人 或待客人过来 就叫女生你想吃什么 因为问了 可能女生未必准备 想叫什么吃 就觉得很没礼貌 如果吃了烛光晚餐的时候 当然酒是不少的 如果跟双方喝酒的时候 记得要碰杯的时候 要看着对方的双眼 这样才是有礼貌的 好了 当你进食的时候 就把食物小小的摆在口上 设计很大声地 用餐筋的摆在口上 我觉得是没礼貌的 而且如果你发觉 嘴角有点不干净的话 就用餐筋的角落头 去印一印它 千万不要用餐筋 这样去搓 拆嘴 这样是很失忌的 当你进食完笔之后 同叉都要平排地 斜斜地摆在碟上 代表你吃完了 学完餐桌礼仪 其实个人卫生也很重要 首次一次我搭飞机的经验 就是作为长途机 我旁边的一个男士 应该很赶飞机的 跑上机上之外 你会看到他全身大汗 这也不要紧 但一坐下来 就立即有一种疑味发生 我觉得是很尴尬的 无论公众场所也好 或者是私人排队也好 预先噴定止汗剂 去抑制汗水的分泌 一定会有疑味 如果你要用止汗剂的习惯 有以上问题的出现的话 你要找另一种適合你的止汗剂 现在有止汗剂 是有活药吸水分子的 吸汗的能力 比起一般吸水的物料高十倍 你经常可以保持干爽 没有异味 还可以有清凉感觉 整天保持清新的香味 女生自然走过来 想做一个无论去到哪里 都那么受女生欢迎的潮人 就记得经常用最型的止汗剂 这个潮下释放迎人态度 千万别错过最后一节的 Adidas止汗剂潮流教室